感恩母愛偉大表揚派對活動前 先由表演老師帶領全場來賓 包括立委林沛翔 市議員張耿輝 市委證和呂美玲 以及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和各區區長以及里長等人 一起跳舞互相娛樂 現場來自七個區 以及原住民和新住民 以及客家等準備接受表揚的 十位模範母親和七位自強母親 氣氛熱鬧又溫馨 這是為了慶祝母親節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主辦 由國際獅子會基隆木蘭會協辦 在基隆市政府四樓禮堂 舉辦這場表揚派對活動 由基隆市長謝國良親自頒證感謝牌 並且和議長童子偉立委林沛翔 以及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呂美玲郭美秀師委證秦珍 和市議員陳明健助理 以及各區區長等人一起合影留念 記錄這感人的一刻 謝謝各位今天不但能夠受到各區的一個表揚 也能夠今天到市府來讓我們至上崇高的敬意 我們所有的國犯母親背後都有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邊要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也鼓勵您這樣的精神 可以成為我們市府成為基隆市 和所有市民朋友的一個打電飯 讓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把所有的愛跟笑都放在心裡面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也可以把家庭做得更好 最後祝所有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我在這個週末 也會花了多時間給我三位家裡的媽媽們 分別是我太太 媽媽還有月 都會花時間陪伴他們 盡量把這個週末獻給他們 還有智強母親 也有這個我們西區的代表 每一個媽媽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想媽媽都非常偉大 剛剛市長在講的時候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媽其實我自己的媽媽 其實是嫁來基隆 所以當初到基隆來 做人的辛苦 有比較辛苦啦對不對 所以母親真的很偉大 來到基隆人生地不熟 然後這邊沒有自己的家人 然後要面對公公婆婆 要面對這個社會的地方大小事 所以我母親嫁來嫁人是不會煮飯的 特別為了我姨姨 我姨姨有同用 為了你去學主辦 後來考到乙籍廚師 為了這個 為了生存下去就很不容易 我自己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場地補 然後我們家兩個場地的場地 我在外面跑行程 我老婆在裡面照顧兩隻 在練不到三歲小朋友 在那邊哭啊 在那邊喊啊 所以那時候媽媽 其實那時候回來看老婆 那個樣子 就知道自己也知道 媽媽有多辛苦 所以在這邊 內想還是請代表說 我們整個環隊 跟立法院 像我們的基區的 夥伴母親 說聲恭喜 恭喜你們 然後幫你們的家庭 付出這麼多之外 也謝謝你們 幫我們基隆市的每個家庭 做了很好的點讚 剛議長有提到說 那個議長的媽媽有道理系廚師 對不起我媽沒有 我媽甚至最會的做 就是質詢跟罵我 所以說我常常回到家之後呢 就是接受另外一位 立法委員的質詢 不過我還是很愛她 我還是很希望說 她能夠質詢多一點 然後順便多教練我一些東西 那我也相信說 所有的媽媽 會把她的愛 特別她的子女 那同樣的部分 會把我們的愛需產生下去 主辦單位 社會處和協辦單位 國際獅子會 基隆木蘭會非常用心 在現場精心佈置 並且提供派對 帽子和手牌等道具 讓獲獎的模範母親 以及自強母親和家人 以及明代 可以一起留下開心美麗的合影 會後市長謝國良 也親自頒賺感謝牌 感謝國際獅子會 基隆木蘭會 盡心盡力協辦這場表揚派對活動的 用心和辛苦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